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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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不给工钱 还想要了我的命 如今我是哪儿都去不了了 老娘也病死了 我都没来的机会去给她送终 老子她娘做什么好人 端风 最近太上火了 眼神忒多 你要的伤药我给你准备好了 不过为什么伤药前要火车子 你这就不懂了吧 处理伤口前要先消毒 屁事还挺多 不过你以后嫁给我 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我保证让你过得不比县衙里差 强谬的瓜不甜知不知道 那就不吃了呗 等有钱买最甜的瓜 看见那个猪大聪了没 他可是济南知府的儿子 家财万贯 我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爱情本来就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你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 一想到他的时候就像吃了糖一样 不开心的时候想一想他就会很开心 我不喜欢吃糖 但我见到你第一面之后 我就觉得糖挺好吃的 可是我见到你就像干吃馒头撑了我 慢慢消化呗 对了 你叫谭丽音 虽然今晚的婚礼简陋 但他们说婚书必不可少 可是我也不是字啊 真的 要不你教我写我的名字 好呀 好呀 你真的不会写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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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 丰 等风 我来试试 好 对 风 我第一次写你别笑我 字写得比较丑 其实你还蛮可爱的 你写吧 我先走了 好 我会前家练习的 好 新娘子 换喜福了 腌着水粉也都给你准备好了 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也不知道老大看上你哪儿了 身材还没有我好呢 收够了没 还不走 要看我换衣服 都是姐妹 我看又没关系 行了 走吧 真把自己当女人了是吧 阿娘 轻点儿 疼 阿娘 新郎官大喜的日子 还有心思来看我呀 那当然 是来跟你炫耀的 我说老铁 你做人怎么就那么贪心呢 咱们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还挖到了黄金 我还会少了你那份不成 居然还派人来杀我 此事是我的计划 我出力最多 凭什么我拿那么少钱 你跟那些狗官有什么区别 你压根儿就没把哥儿几个的性命 当回事 不过 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我暂时不想杀你 你呀 就留在这儿 给我好好反省 大人 人还是没找到 去那边 走 这次一定要看到 金娘在 你在这儿干啥呢 黄山夜岭的 我 我 我大喜之日 我要通知一下我娘 伯母来了 伯母在哪儿呢 我娘在天上 在天上 那咱们走吧 老大等齐了 老大 吉时已到 据我掐眼儿一算 现在此时此刻成亲 那就是天使 您说话 赶紧给我摆堂 是 一拜天地 我不同意 娘子 你先嫁给他 破土匪 死土匪 臭土匪 来人啊 把他嘴给我堵上 我不同意 让他那个不算 我们重来一次啊 什么词来着 一拜天地 对对 一拜天地 快点的 赶紧拜 官府的来了 咱们给我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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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别冲动 大人 掌柜子 唐大人来了 大人大人 我在这儿呢 救我 来了 少风 少风 解开 解开 算来了 你怎么又给别人添麻烦啊 走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跟他成亲 经过我允许了吗 你要再晚来一步 我就跟别人成亲了 你没事吧 你这脸怎么了 ,还不是为了下跑那个山黛王 我看这喜塘布置得不错 要不然换个新郎 继续 你以为我那么好取啊 你这家人 你这家人 也不该帮他 你自己看的 是一家人 大人 你这家人 只能不能够 你这家人 你这家人 真是奇怪 如果谭师爷不给我们准确位置 恐怕我们呀 要折在这凤凰寨了 你回来了 皇上派的兵为什么还没到啊 小的该死 在进京的路上 我不知道怎么被人半路打晕 醒来 信件已经不知所踪 小的只能折返回来请罪 先下去吧 是 我看呀 这是有人故意 让我们折在土匪窝里 大人 我先告辞了 大人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城北老四家的唐葫芦 都被我给买回来了 可惜你气得太久 全都化了 现在就剩这一个 小小气 吃了它好不好 我差点去嫁给别人了 我差点去嫁给别人了 对不起 我白天逃出去叫你可是 你根本听不到 然后我就被他们抓走了 这件事情怪我了 就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会出去散心 就不会被别人绑架了 我保证 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好不好 然后呢 我改 改什么 你能提出来的我都改 那我以后不要你做我的唐天悦 那我以后不要你做我的唐天悦 我要你做我的唐飞龙 好 以后我就是你的唐飞龙 真的 真的 唐飞龙 到 唐飞龙 唐飞龙 答应我 以后不管多生气 半夜三更都不准乱跑了 好不好 多危险 我 那我现在可以吃糖葫芦了吗 我肚子饿了 我一会儿给你做饭 那现在呢 现在 再抱一会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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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准备 这个 我 Cum 什么事 我脞 Better 不怎么어나我呢 什么事 好了没 我要饿死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兔子有什么了不起啊 等我钓个小龙 给它起名叫唐小龙 你可别吓着 就用你这大主体子 我说大人怎么不在房里呢 原来是和师爷在一起啊 大人这几日为了山匪的事情 劳心劳力 我本想着来厨房 给大人炖个汤补一补 没想到大人还有这般好厨艺呢 我挺好的 有劳你费心了 师爷 我来县衙这么久 还没有好好地跟你自我介绍呢 我叫江沐春 李布侍郎的独女 我知道的 县衙里的粗茶淡饭比不上京城 你还习惯吗 小程自是别有一番滋味 也怪不得大人 都不记得要往京城去信了呢 我何时给你写过信啊 你走以后 我经常去陪伯母聊天节门 她不知你去想 可是挂心得很呢 我先去拿碗 小姐 小姐 韩师爷 看见零一了吗 她走了呀 跑哪儿去了 算了 跟我去屋正寺看看 不是 咱不吃晚饭了呀 来 师爷 江小姐 你怎么来了 师爷 我真是羡慕你 生活得无拘无束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能拥有一家这么大的书生 可那又怎么样呢 你可是侍郎之女 天生的贵女 不费任何力气 就可以得到我努力半天 才得到的东西 高门显贵 自有疏风 我从小 学的是琴棋书画 念的是女得女贵 就连婚姻大事 都要任人安排 我是真心实意羡慕师爷的 真的吗 师爷活泼 机灵又漂亮 说实话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已经忍不住要喜欢你了 其实今日我来寻师爷 是想和你一起吃酒的 真的吗 你也好这口啊 白日里吃酒啊 别有一番风味 师爷好酒量 江小姐也是豪迈之人 现在想想 当初几股民怨也不是盖的 不过咱俩也是同病相连之人 怎么说 我们的婚事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啊 不过我胆子大逃跑了 你啊 如果你爹爹逼你的话 你一定要大胆地反抗他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妙妙生果真是妙妙生 其实我看过几本画本 可是表面美好 实则虚妄 就拿这一本 唐飞龙勇闯黑虎堂来说吧 最后唐飞龙冲破了婚约 跟女主角在一起了对吗 嗯 诚然是浪漫无边 可如果是放到信实中来说的话 不知那位被毁掉婚约的女子 应该要怎么办呢 嫁人就别说了 怕是连出个门 都要被人指指点点吧 难得这画本 只需要关注女主角的人生 旁的女子的人生 便不叫人生了吗 画本子本来就是传奇 自然是要以主角为主的 我只是觉得 有的感情 不可为而为之 只会叫人为难的 两情相悦 何来为难之说 原来你今日请我喝酒 不是要跟我做朋友的 我自然是想 可若是爱着同一个人 又应该怎么做朋友呢 其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 我想一见到你 就给你跪下来 我求你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要 我可以回京城 去接受世人的指指点点 我怎么样都可以 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江小姐 你来同龄虽然有父母的原因 但你自己也是愿意的 对吧 这世上 没有拱手相让的感情 你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她 那是我十四岁那年 我和娘 一同去唐夫人举办的诗会 其中有一体诗迷 身世难尽 夫人们俐落地放弃 转身吃茶去了 可我却念念不忘 一直在想那道诗迷 此时 唐家公子下学回来了 他见我为难 就上前 与我一同来讨论 不必多说了 我是写画本子的人 我知道 后来有一日 唐家老夫人 差下人来传话 说是寻得了一块 难得的好料 打了两件浴室 一件是玉佩 另一只 是玉镯子 就是我这一只 想必另外一个玉佩 你一定不陌生 是她腰间佩戴的那块吗 是 此番寓意 我懂 我相信她 也定是知道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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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我最近刚得了池州特产桃苏 可以赠予你一位相亲 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了 正不疼得好 正不疼 又来找如意姑娘啊 熹和姑娘 我劝你还是少吃点吧 再吃下去 你这丝蛋还能了得多年 我还以为你只关注如意姑娘呢 怎么连我身上这两斤肉的上下 都这么关心 我不是关心你 我是关心这妙生楼的乌梁 结不结实 正骨头好眼力啊 我这乌梁啊 确实年久失修了 还望咱县衙 拨点银子才是啊 县衙是你家嘛 说凶就凶 他人呢 不见 不在 鲁衣姑娘 不在 到底在不在 不是 刚刚我还看她房屋 灯亮着呢 怎么疼命啊 让一下 让一下 你是不是又让她接客了 哼 天地良心 我可是支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你这日日献殷勤 还不让县衙拨银子 怕不是让人生了宴吧 你还要资格说我呢 你不也一样 我有婚书 你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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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江小姐的意思 周某为县衙鞠躬尽瘁 事事轻微 自认没有错处 宗大人派你来县衙 只是让你当县城 这么简单的吗 你到底是谁 我自敢与你说这些 怎么会没有全身而退的自信呢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若你是宗大人所说的背后之人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我给唐大人下毒 他的性命 还由不得宗彦霖来做主 最近县衙里抓了个土匪 他知道的有点多 你若是空闲 就去处理一下吧 我是不会替你杀人的 自然也是由不得你呢 你有你的全身而退之法 我也有我的方法 如意姑娘的功夫 我自然是知道的 可不知 若是正不投 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 他会怎么想的 与你所找的 你不得宗彦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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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现在顺理成章 我呢 我又成多余的了 还弄得我那么不通人情 你别管姜牟川怎么说 你自己得相信唐大人 我没有不相信他 那你干吗这样 你看啊 咱们自从来到同龄 遇见的要么就是唐大人 正捕头这样的好人 要不就是孙元外孙不凡这样的坏人 好坏分明自然不用费心 不让好人为难 不给坏人留情面就好了 但是江小姐明明就不是一个坏人 但我总觉得自己老防备着她 我是不是很小气啊 不是你小气 是你太喜欢唐大人了 生怕他被抢走 能抢走的就不是最好的 我才不稀罕 不稀罕就算喽 你快多吃点儿 伤心也是要体力的 我谭林绝对不能被这种 儿女情长绊助手脚 我要干好多大事的 比如呢 比如 炒红架啊 我兄弟们呢 被我派去学习耕填种地了 到时候给他们一块儿填 希望他们待得住吧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所以对我的兄弟们都很好对吧 那你可知情想太多了 我是以县衙事业的身份来的 说吧 对于黄庆案到底有什么线索 脖子上那东西谁跟你唠叨 无趣 我还以为你今天过来 是找我商量出去之后成亲的事 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想这个 是这牢饭太好吃还是床太好睡啊 我断风什么地方没待过 就算是脑袋掉了 不过就是个晚大的疤 何况 你舍不得我死 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 今天就老是跟你说了吧 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心上人的 比我还好 比这世上任何人都好 小女子脾气 反正我不管 我就喜欢她 你就真那么喜欢那个县令啊 我说你好好一个人 怎么就不长眼呢 我问你 你跟那个县令 可是互相有益 不是你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话 不然真没必要 当然不是我自己一头热了 只是 只是有一些特殊原因 他 心虚啦 说了你也不懂 你不说我也知道 就你那个唐大人 看上去冷面冷心高高在上的 跟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才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他才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老子见的男人多了 就那个爷 跟别人还真不太一样 你就算不跟我在一起 也没必要追那个神仙 你不会幸福的 神仙 也许你说的对 唐天远跟江牧春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江牧鸭 你们家 怎么不是鹅就是鸭 家情大聚会啊 我跟你说这个干嘛 快说 墨行谁印的 我这肚子饿 吃不好东西 就是记性不好 谁印的呀 你明天给我带一坛酒两斤肉 我就告诉你 怎么样 行 你说的啊 那你休息 就走了 不然呢 多待会呗 让开车 起开 说得通 如意姑娘去哪儿呀 上下跑了好几趟了 我也没找到 你找谁 如意姑娘 如意姑娘 高架 对 不是 高架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是她肚子里的蛔虫 我还想当我娘子的蛔虫呢 你又自我通俗啊 你又自我通俗啊 义父已经知道唐飞龙的身份了吧 怎么还不联系咱们 宗大人还需要多加仇谋 你如此着急 怎么能成事啊 管不了这么多了 如意 我刚刚说的 你到底同不同意 我担心唐天远 不会这么轻易相信的 你我领衣外合 他们不会发现的 明日晨时 我会去大牢里换奔 剩下的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但是 义父现在内外交困 只能靠你我了 装修 展哥 好 今天给妙升楼啊 心得两货好景 我拿来了 咱们啊 不醉不归 你酒杯呢 正不头 酒杯在那儿呢 我来 好 这儿呢 怎么了这是 你 你先坐 我去去把椅子 唐大人 我去去把椅子 嗯 唐大人 想跟我单独相处 也不用找这种烂借口吧 验尸 死人呢 你今天为什么要下地牢啊 就允许你跟你娘子浓情蜜意的 就不允许我假公祭司去看我相公啊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就是去看看他 铁链子牢不牢 防止逃跑了再回来找我算账 真的吗 假的又怎么样 凭什么男子可以三妻私妾 女子就要三从四得 你教过我的 男子可以怎么样 女子就可以怎么样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些 你身体力行来着 江小姐可说了 她十四岁时就对你一见钟情 可是你忘了吗 你我八岁的时候就相识了 对哦 我认识你比她认识你早 我八岁的时候 就把你当成心力支柱了 所以我不是倒茶一角的 你是不是今天吃醋了 我也是 让我伦子 来了 我不是很简耶 这是用心她 的 浮浪迹天涯 只思念百度 百度度不尽 这归途 任寒水 写孤舟一夜入暮 一宗连马 红尘何处 何处看尽 心之云有数 古道般 处看尽阳万情 祝贺日复 来之乌鸦 伤能醉饮一壶 却依乌鸦 走一手近乎 一场好梦少年 如当年初 不要饮中 不念已久 何人险月下口 暗山柴门开 旧心故远中 一树梦花 今雨后更朦胧 古盏灯火 银尺窗不朽 不朽 修不尽 这春后 剑枯藤 听海鸭匆匆难收 一阵西风 如涂素 坠坠坠坠坠四季 一处恨海 愁愁 愁愁 只比风若全 堪不眠 天涯 海鸭匆匆难收 爱之牧鸭 少能摧隐一壶 水亿舞鸭 总与守经过 一场好梦少年幽 孤单年珠妖影终 赴年依旧 何愿愁愿下口 翻山柴门开 揪心不愿重 听风 梨花般酒醉 有一种